Hello 大家好 我是立安 今天我想分享一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非常难忘的事情 就是我被解雇的经历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15年 在大约3月份的时候 就有一些这个传言出来了 说我们公司要被别的公司买下来了 那么有一天早上突然美国的那个主要媒体 报道了我们公司被另外一个公司买下来的事情 同一天呢我们公司也宣布 那我在公司里面呢一直在研发中心工作 我的那个工作的组呢 是新产品的创建与研发方面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项目组 这份工作给了我很多的自由操作的空间 使我的那个想象力可以充分的发挥 而且还给了我很多的幸福感 因为每次走到那个超市里面 看到我研发的产品呢在货架上的时候 我真是感到很满足 随着年龄的增大呢 尤其是在被解雇前的一年 一年半之内呢 其实我有几次的冲动 我想持续这份工作 想早点退休 为什么呢 就是我这份工作非常的好 但是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经常去出差 在天上飞来飞去 而且呢 每一次新产品上市呢 要经过反复的实验 尤其是在工厂里面的实验 都是在那个晚上深更半夜 就是说每次实验呢 我基本上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 所以这种实验的时间呢 对我很折磨 随着年龄的增大呢 我就想到了 我是用我的身体来挣钱 我觉得不值得 那我们这个研发中心呢 拒绝了很多行业的精英 自从那个我们公司被买下来的事情公布以后呢 这些精英呢 就找到各种途径 去了解这个新公司的背景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我们大概就知道了 这个新公司呢 主要以重建公司为主 他们不断的买公司进来 然后再给公司重新这个 重新建造这个公司的结构 所以我们基本上也就知道了 这个前途凶多吉少 第一批的大解雇呢 发生在2015年的8月14号 15号两天 8月14号那天一大早呢 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这个情况就有一点不一样 我就看到了好几个三个一群五个一组的在那里窃窃私语 后来我到了我的那个楼层上面 我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马上就有同事来问我 我有没有收到那个H2的通知 我就马上把我的计算机打开来看一下 结果发现我接到了这个人事部门的通知 说跟我有个会8点30分钟 我就告诉他们 我讲是呀 我接到了8点30分 我跟那个H2有个会 他们就说基本上断定了跟H2有会的人 就是要离开公司的人 当时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 我以后不会跟这么好的同事和朋友相处了 就以后的机会很少了 这一辈子也不知道可以见起四面了 我们组有个小女孩 跟我女儿一样大的年龄 听说我跟那个H2有个会 她马上就跑到我那个办公桌前开始流眼泪 我就开玩笑跟她说 我想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 我说你的妈妈跟我一样大的年龄 她早几年就退休了 我还在这里干 所以你不要难过 我想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休息一下 我想我也挺累的 我的会议是在8点30分 8点30分以前呢 就准备好了一个盒子 准备把自己的这个东西装在盒子里面 就像电视里面演的一样的 带着走 到时候出门用的 那么8点半差几分呢 我就走下去了 走到因为这个开会的地点是在人事部 我就走到人事部的一楼 我发现了这个人事部有三个办公室 同时举行会议 每半个小时一个人 每个门口都有人排队 排队去接受人事部门的这个谈话 我也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就等到我了 后来那个前面的人出来以后 他们就请我进去 我进去了以后 我就发现是新的主管和那个 专门管研发中心的那个人事部门的主管 两个人坐在里面 会议室里面有个大纸箱装了很多的那个大信封 每个信封上面都有一个名字 他们请我坐下来以后就跟我说 他们很感谢我这几年对公司的付出 那个就是反正好听的话讲了一大堆 最后就讲了这个因为公司的重组呢 我们这个新产品的研发呢就不在公司的这个新的这个结构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结构就被砍了 所以他们要把我解雇 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提了一些问题出来 我就问他 比如像我的我还有剩下的vacation怎么办呢等等啊 他们把我的信封拿出来以后就跟我讲 你啊你回去仔细看一下 如果呢你没有什么意见呢 你就要把这个package的第一份文件啊签上名字 马上第五天在五天之内必须寄回来 那么寄回来以后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你寄回来的这个东西呢 啊这个钱就会到你的账上啊 讲了一下哈那我就告辞了 我的会议就结束了 我就回到我的那个啊办公室 开完了会以后呢我回到我自己的办公桌上 啊根据他们的要求 我发了最后一份email 就是告诉了那个我们的新主管 我工作的进程 做了一个这个总结 然后我就把这个计算机关了 那一天哈我在办公室待了大概两个小时多一点 啊我看到很多人在流眼泪啊 特别是有些新来的人啊 啊我知道我们这个新产品的研发组呢啊全部都没有了 就是留了几个年轻人可能病在别的组里面去了 有一个那个刚分来的那个博士生哈 他刚刚才啊在这个我们这个城市把房子买下来了 那么他跟我说他还有学生贷款要还 其实他就跟我讲他都不知道这个失去工作了以后怎么办啊 啊还有一个组全部都没有的就是已经不在新公司的这个结构里面的事 是一个是搞基础 搞基础研究的组 关于我们公司这是大裁员呢 那个美国的主流媒体第二天都有报道 人事处开会的时候给我的那个信封要我签的那个签名的文件寄回去的呢 主要就是讲我被公司正常的解雇啊 让我不能跟新闻媒体有任何的访谈 不能啊去告公司等等这样的问题 那我想想看我肯定不会去告公司的 因为我很我还是很高兴的 因为公司给了我很好的package 这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呢 我们在这个啊同一个组的几个人 我们经常在一起寄集喝咖啡啊 吃吃饭啊什么的 我们就了解了很多人 即便是他当时留下来了 但是不能保证以后不走 而且公司的这个解雇是说是当时讲是讲分三个三批举行 那我们是第一批 那在接下来的日子呢 我拿了这份很好的package了 那我还可以申请我们州的这个啊啊失业金 我的经历就分享完了 其实这段经历很难忘 但是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啊我到现在来看呢 我都觉得这个来的这份解雇来的太及时了 真是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